小美逃离满天下 和用堂钱更种花 大家好,我是DaiDai 今天要和大家讲一个女老师 帮忙解决一切烦恼的故事 刚从大学毕业的小美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她想要 成为一位充满热情和负责任的女老师 她深知教育对学生的重要性 并且坚信每个学生 都拥有发光发热的无限潜力 虽然如此,闷懂了小美刚到学校 就被校长安排去当保健室辅导老师 看来眼光独到的校长 是看到了小美身上的母性光辉 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吧 为了让身为新手的小美 更容易处理保健室辅导老师的工作 校长安排了目前 还是站在的辅导老师 先帮忙小美一段日子 她就是鼎鼎大名的Jill Jalun Jill Jalun鼓励小美 让她不要担心接下来的工作 她会好好调教 啊,不是,是协助小美才对 想不到小美掌管保健室的第一天 立刻就有人上门要求辅导 只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第一个上门要求辅导的人 居然就是Jill Jalun 难道是因为想不出新专辑 搞到自己忧郁了 原来Jill Jalun是和她老婆闹不合了 心情不好 加上生理需求如潮水般袭来 所以才要小美帮忙她 小美停后懵了一下 提出要是被学生看到的话 后果会不堪设想 但是Jill Jalun苦苦哀求 她也只好半退半就 帮Jill Jalun 解决了她的生理需求 处理了同事和学生们的需求后 小美放工回到家中 手酸嘴酸的她 内心充满迷茫 不懂自己去学校当老师这个决定 到底对还是错 根本就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都没爽到啊 对工作感到迷茫的小美 找到了校长 看来小美应该是打算要辞职了 刚好经过的Jill Jalun 立刻就闯入两人的对话 她提到小美第一天当保健室辅导老师 就帮忙她解决很多问题 校长听了之后对小美赞叹不宜 然后想起自己还有女学生 需要照顾就离开了 留下Jill Jalun和小美两个人 在会议室 心思缜密的Jill Jalun 猜到小美想要辞职 小美也提出 她怕自己胜任不了自己的工作 所以才要辞职 于是Jill Jalun就打算出手 使出最伟大的肉棒 来好好调教小美 让她可以乖乖的留下来 继续掌管保健室 也许是Jill Jalun的壮壮调教 臭笑了 小美留下来继续当保健室辅导老师 小美的办公室不管什么时候 都总是为学生和同事赏开 无论他们遇到什么问题 她总是愿意倾听 并且无条件提供支持 看到小美勤奋努力的工作 Jill Jalun十分感动 因此打算好好的奖励她 一轮洗洗撞撞之后 小美打算直接回家 应该是想要好好洗个澡吧 毕竟从头到脚 都被Jill Jalun给舔了一边 校长突然出现拦住了小美 难道也是缠小美的生子吗 其实并没有 校长先是称赞了小美 然后提到有学生看到Jill Jalun抱着她 怀疑Jill Jalun骚扰了小美 此时小美出无预料地告诉校长 其实是她主动出击的 看来Jill Jalun的壮壮调教 成功攻略了小美 把她给拿捏住了 只不过接下来的事情 会如Jill Jalun的预想一样顺利吗 就roz Officers 与协不得呆 コハゴ manifested 赖学拿换